傅佩荣,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士,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,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,现任台大哲学系教授浙江大学讲座教授。 苏佩荣积极推进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普及,被台湾民生报评选为大学最热门教授,获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教学特优奖,出版作品于百种,曾获台湾地区最高文艺奖等多项殊荣。 作为一位杰出的演讲家,近十几年来,他每年开展两百多场哲学及国学的演讲和讲座,还多次用邀前往马来西亚、韩国、新加坡、美国等华人社团做传统文化讲座,在华人文化思想界影响深远。 给孩子好的熏陶,给家长好的参考,文娱三百奖,年轻十分钟成长一辈子。 智者和忍者的高度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,只能当作一种向往,然而,至于人之间是否也有差别,他们俩哪一个境界更高? 所谓观众,我们一起来学习《论语》,今天要介绍的是《论语》《永远编》第六的第二十三章。 原文是这样的,指曰,智者要水,忍者要山,智者动,忍者静,智者乐,忍者受。 他的意思是,孔子说,明智的人欣赏流水,行人的人欣赏高山,明智的人语物推移,行人的人安稳厚重,明智的人长宝喜乐,行人的人得享天年。 那么这段话特别区分的智者与忍者,第一段呢,这个念的音啊,比较特别。 我们说是,智者要水,忍者要山。 要那个字啊,它写的时候是,写成快乐的乐。 你一定要念成智者乐水,忍者乐山,说实在的,也非常不可。 因为你欣赏流水,欣赏高山,也是以它为乐嘛。 但是作为要来说的话,它还是有特别的用意。 我们要问第一个,智者为什么欣赏流水呢? 因为流水的特色,我们都发现了,流水它很有弹性。 它碰到山就转弯了,遇到低洼的地方就把它填满,再过去。 所以智者很能够配合这种环境来变化。 所谓的智者就是任何状况该怎么判断,该怎么做。 它很快就可以做个选择,并且选择都正确。 所以水是活泼流动的,所以跟智者的这种心态呢,保持一种开放。 所以是准备迎接挑战,是类似的。 那么你说人者要山,山是什么? 山是很稳重的,它的特色呢,是无所不包容。 一座山有矿物,山上泥土,里面各种金属,有植物,花草树木,还有什么呢? 还有各种动物,各种昆虫。 所以一座山是什么都可以包容的,就跟人者一样,对所有的一切, 每一种人,他都可以欣赏。 所以讲到说智者要水,仁者要山,因为水跟山的特色,你可以区分开来。 水是活泼流动,山是安稳厚重的。 那么这种特性在后面也延伸这一步说明。 比如说第二段提到,智者动,仁者静,就跟前面的流水一样,流水没有停止的。 我们将来会看到孔子说的,事者如实服务,不舍昼夜。 就是河流的水,白天晚上都不会停,它是流动的。 所以智者动,它可以与时推移,春天夏天,秋天冬天。 你季节怎么变化,我跟你来配合。 那么仁者的话,静,安静的静。 所以在阅读的时候我们就要理解,你这样讲好像两个是平等的。 智者仁者各有他的一种生活的方式,或是一种生命的特色。 我们要这样理解。 就是智者能动,而未必能静。 仁者呢,他能动,还能静。 这样理解比较正确。 要不然你这样讲的话,变成仁者只能安静了。 那你外面对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,需要应变的时候,都是智者。 那仁者难道不能应变吗? 难道有变动的时候,仁者不能够去面对他吗? 这样就把仁者变成比较狭隘了。 所以我们在理解的时候要记得,智者先讲,再讲仁者。 它的含义是,仁者比智者要更为再进一步。 所以智者的话呢,是一种透过学习懂得怎么判断。 它比较强调的是一种能力。 这种能力呢,是就方法上,就手段上,就技巧上,你去把什么事情做好的能力。 那仁者的话是代表目的。 就我生命的目的是要成为仁者。 那譬如说,智者动,仁者静。 代表仁者能动也能静。 而智者能动未必能静下来啊。 一个人很聪明的话呢,他看到高山说不定他没进去了,他是喜欢流水。 一个人很聪明的话,他对于安静的能够稳定下来,他没兴趣。 他说不定他就喜欢去变动。 好,你各种变化,我去跟你配合。 最后一句呢,就比较难讲了。 他说,智者乐,仁者瘦。 明智的人呢,喜乐,快乐。 仁者呢,瘦。 一般讲瘦,当然是指活了很久啊。 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不能强调活了很久啊。 只能说是安享天年。 因为孔子有最好的学生叫做炎渊。 孔子就说他不幸短命死矣。 那炎渊就没有符合受这个条件了。 那请问,那炎渊怎么说呢? 炎渊似乎符合快乐的条件了。 炎渊一单是一瓢瘾在露像,别人都受不了这种忧愁。 但是炎渊没有改变他的快乐。 那正好快乐,智者能够快乐。 那你能说炎渊只是一个智者,而不是仁者吗? 这样说又不公平。 因为孔子的学生四科里面,第一科是德行科。 而德行科第一名是谁呢? 第一名就是炎渊。 所以你要把仁者当作一个更开阔的一个领域, 更高层次的境界,要比智者要高。 合乎时宜,该清高就清高, 乖神随和就随和,该负责就负责。 这是孔子,功力很够啊,把剑射到目标区, 但未必都可以射中剑法。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, 这句话听起来容易,做起来困难。 所以后来孟子发挥这个思想,发挥得很透彻。 我们一再提到,孟子把圣人分为四种, 有最清高的,有最随和的,有最负责的, 还有孔子是能够怎么样呢? 合乎时宜,该清高就清高, 乖随和就随和,该负责就负责。 这是孔子。 另外三种圣人都是不能改变的。 我生下来就是清高,一路到底。 我就是随和,我就是负责,一路到底。 他没办法配合各种情况来变化。 孟子认为只有孔子可以, 所以用识代表适当的时机, 该怎么做怎么做来描写孔子。 孟子另外讲一个比喻, 他说譬如射箭, 这四个圣人都可以把箭射到一百米以外, 很远的地方, 因为那边才有一个箭拔。 这些人在行人方面, 人德方面功利差不多, 按照他天生的现象发展到极点, 然后射箭的时候力量够, 可以把箭射到目标区, 但是只有孔子每一次都射中。 为什么? 智,智慧的智。 这是孟子的理解, 孟子就直接说, 另外三位圣人, 没有问题, 他们各自就他们天生的现象, 发挥到极致, 所以可以说是功利很够, 把箭射到目标区, 但未必都可以射中箭拔。 因为孔子在《维子编》第十八, 曾经说他自己, 无可无不可, 我没有一定要这样做, 也没有一定不要那样做, 为什么? 看实际而定, 看是否具有正当性。 该怎么做, 就怎么做, 这句话听起来容易, 做起来困难。 所以孔子在这段话, 讲到智者, 讲到忍者对照的时候, 我们要有这样的理解, 否则很容易讲成平行的, 智者忍者各有所长, 那不是孔子真正的想法, 他目的还是要达到忍者, 智者也需要, 因为人不能够没有智慧, 要不然怎么判断, 怎么选择呢? 所以这要配合起来说的话呢, 这段话就显得很有味道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。 行人是好事, 可在实际生活中, 也需要懂得一些人情事故, 才能避免上当受骗, 同时还要保持对人性的信心。 各位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《论语》, 今天要介绍的是《论语》, 《庸野编》第六的第26章, 这张的原文是这样的, 宅我问曰, 人者虽告之曰, 仅有人焉, 其从之也, 之曰, 何谓其然也, 君子可事也, 不可现业, 可亲也, 不可亡也。 他的白话文的意思是, 宅我请教说, 行人的人, 若是告诉他, 仅里有人可取, 他是否跟着跳下去呢? 孔子说, 他怎么会这么做呢? 对一个君子来说, 你可以让他过去, 却不能让他跳井, 你可以欺骗他, 仅里有人可取, 却不能无赖他, 分辨不了道理。 我们曾经提过, 宅我这个学生, 非常的聪明, 他是言语科的第一名, 但是呢, 太聪明的学生, 有时候啊, 总是制造问题, 他曾经被孔子讲过, 朽木不可凋液这些, 因为他白天睡觉, 但是我们会觉得说, 当时的情况, 我们不知道细节, 只能说他好像不太上进, 很聪明, 但是不用功, 那这一段话呢,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, 宅我确实, 有些小问题, 什么问题呢? 首先, 宅我跟别的同学一样, 一定很想知道, 老师讲忍者很伟大, 到底什么是忍者呢? 我们都知道, 孔子很多学生都请教嘛, 什么是忍啊? 到底怎么样叫行人呢? 那么老师把他讲得太好之后呢, 在我不完全理解, 什么叫行人, 他就故意来设一个问题啊, 来为难老师了, 他怎么说, 他说老师, 你说忍者很好, 那现在假设啊, 我跟他说, 水井里面有人可取, 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仁义的人啊, 他说假设这个仁义的人那么好, 你跟他说, 水井里面有人可取, 你跳到水井里面去, 就可以找到人, 有人说, 仁德的人跟仁爱的人是同一个字, 就把那个井里有人可取, 变成是井里有人跳水了, 那这个忍者会不会跳下去救呢? 不能那样理解, 为什么? 因为那样理解代表什么? 代表, 咱果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什么叫做仁者, 从问题你就知道, 咱果不太知道什么叫做仁者, 就他才要故意涉问啊, 说那个仁者你讲的那么好, 假设跟他说, 经理有人可取, 你跳到水井里面去, 就可以得到人啊, 那他会不会跳下去呢? 他把那个行仁者看成很笨的样子, 好像是一个概念, 我要行仁, 别人说这又是人, 我就去做了, 我没有办法分辨吗? 所以孔子对这样的学生, 他就回答得很直接, 他说他怎么会这么做呢? 对一个君子, 孔子还没有说仁者, 因为孔子不太愿意说怎么样叫仁者, 他平常不太说的, 他说的多的是君子, 他说一个君子, 你可以让他过去, 不能让他跳井, 什么意思呢? 因为你说水井里面有人可取嘛, 那君子到水井边, 他就要看看什么叫做有人可取呢? 是不是井里面真的有人需要我救呢? 或者井里面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呢? 他可以去看, 但他不见得会跳井, 因为跳井对一般人来说, 好像是很危险的事情啊, 有人去跳井就不要命了这些, 那你把仁者想成那么笨吗? 就跟着跳井吗? 他会去看, 他会去判断, 他不会随便跟着跳下去的, 然后呢, 你可以欺骗他, 尽力有人可取, 所以你到水井里面去, 真的可以发现行人的方法, 找到什么秘籍呢? 可以做到人呢? 但是呢, 你不能无赖他, 分辨不了道理啊, 一个人喜欢仁德, 喜欢人, 行人, 但是不喜欢学习的话呢, 他的后遗症啊, 就是离分, 你不能随便路边的人都随便相信的话, 那是很冒险的事, 恐怕让自己啊, 陷入困境, 也不能第二次让西科的得胜, 他已经杀了我们这么多同胞, 如果我们因此又放弃了信仰, 不是双重损失吗? 孔子经常称赞行人的人很伟大, 行人的人很难得, 他没有见过有谁真的是愿意去行人的, 像这么好的一种描述, 那在我听多了之后呢, 一定会觉得, 哎呀, 这个你讲得那么好, 那么我就故意来设这个问题, 那孔子就说了, 你不要把仁者想得很笨的, 他还是怎么样呢? 我们这几章都谈到智, 孔子也说, 他说, 好人不好学, 急必有余, 第一个人喜欢仁德, 喜欢人, 行人, 但是不喜欢学习的话呢, 他的后遗症啊, 就是愚笨, 所以这可以了解的, 为什么? 我光喜欢做好事, 就反而还会受骗, 因为我心存善意嘛, 我喜欢做好事, 别人可能就利用我这个心态, 跟我说有什么人需要救助啊, 他家里环境很惨啊, 那我听了很感动, 我就救助, 最后发现是骗局, 今天这个时代啊, 因为手机流行, 用手机诈骗的事情, 越来越多了, 那这个时候呢, 就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判断, 所以我们儒家教人做好事, 绝不忽略, 你需要有什么呢? 智慧, 要懂得人情世故, 所以孔子讲自己的时候很强调, 四十岁的时候呢, 两个字叫做不惑, 没有任何迷惑, 你要骗他, 绝不可能, 当然孔子也是很善意的, 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, 但是说到人与人相处的话呢, 你要相信一个人, 就要先了解这个人是谁, 你不能随便路边的人都随便相信的话, 那是很冒险的事, 恐怕让自己陷入困境, 比如说我曾经有好几次被骗的经验, 都是被认识的人, 被朋友骗, 骗了钱之后不还了, 说是借了, 借到最后就没有下文了, 那怎么办呢? 我从此以后对人性失望了吗? 以后别人, 任何人跟我说, 借点钱周转的时候, 我都怀疑他有坏的动机吗? 不会的,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, 变成我谁都不相信了, 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, 我们也许被少数几个人欺骗, 也许上过当, 但千万不要因此, 让自己内心变得非常的酸, 好像是我太委屈了, 以后我谁都不相信了, 这样一来的话, 损失的不是别人, 是我们自己, 一方面已经损失了一些金钱, 被骗过了, 另一方面又损失了内在, 本来的平静的心, 对人性善良的一种信念, 那不是双重损失吗? 所以我们要了解, 一个人受苦受难之后, 受过害之后, 他要记得, 不要因此改变他对人性的信心, 比如说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, 很多犹太人都被迫害, 他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面, 同胞死了六百多万人了, 而二次大战之后呢, 很多犹太人就丧失了信心, 说我们信了上帝, 信了半天, 因为犹太人是最相信上帝的民族, 他们认为自己是选民, 上帝所特选的, 而现在居然被迫害, 所以很多人在得到解放之后呢, 就丧失了他的信仰, 但是有一个人出来呼吁, 他说你不能第二次让希特勒得胜, 他已经杀了我们这么多同胞, 如果我们因此又放弃了信仰, 不是双重损失吗? 一样的道理, 所以我们对于活在世间呢, 应该怎么做? 从儒家的思想里面, 可以延伸想到其他不同的民族, 在不同情况下的遭遇, 要记得, 别人有他的恶意, 或者有他的这个想法, 那他的事情, 我们还是要保持真诚的心, 对人性有基本的信念, 绝不因为有任何状况发生, 情况再怎么恶劣, 我们还是要这样的信心, 否则损失的反而是我们自己, 我们这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, 是什么样的情况, 让孔子居然对着自己的学生发誓, 他还把天抬出来, 作为自己行为的见证, 那么, 孔子真的信仰天吗? 作为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文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文语, 永语编第六的第二十八章, 这一章很有名啊, 原文是, 孔子见男子, 子路不悦, 夫子誓之曰, 与所否则天验之, 天验之, 意思是, 孔子应邀与男子相见, 子路对此很不高兴, 孔子发誓说, 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, 让天来厌弃我吧, 让天来厌弃我吧, 这段话也特别重要, 为什么? 因为它牵涉到两个问题, 第一个, 孔子为什么跟男子相见? 第二个, 孔子居然发誓, 首先我们先说明第一点, 在古时候啊, 一个君子到一个国家, 如果人家的国家夫人啊, 正式发请帖请礼, 按照礼仪的规定, 你不能拒绝, 你要去跟他相见, 孔子是鲁国人啊, 他最后列国的时候到了魏国, 魏国是魏陵宫, 他的夫人是男子, 男子是古代的民女人啊, 他本身是国君夫人, 但是另外还有男朋友, 所以民生不好, 那么孔子接到请帖, 该怎么办呢? 人家是正式的国君夫人发请帖给你, 你不能不去啊, 他准备要去, 子录就不高兴了, 子录这个人个性啊, 非常的刚直爽快, 很有正义感, 他年龄啊, 比孔子小九岁, 算是所有同学里面大学长, 因为只差九岁的年纪啊, 说话有时候就比较直接, 表情有时候写在脸上, 子录不悦, 我就不开心, 老师不应该答应那个女人的邀请, 那这子录, 那孔子还是去了, 定据很多资料记载啊, 孔子去了之后也没发生什么事啊, 他确实是被利用了, 男子接见他的时候呢, 是隔着脸目的, 资料上只说, 男子把各种他的装饰品啊, 都戴在身上啊, 讲话的时候呢, 声音很好听, 有时候笑起来, 环佩之声啊, 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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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, 说实在, 打扮了就像一棵圣诞树一样, 那男子在接见孔子之后呢, 就摆了孔子一刀, 因为魏林公啊, 有点像昏君啊, 这个人, 他跟男子就坐第一辆车, 让孔子坐第二辆车, 在魏国的都城啊, 在街道上, 等于是游街一样的, 为什么, 他要让魏国百姓知道, 国际有名的学者孔子来到魏国, 就在我后面的车上, 等于是, 故意借这个机会呢, 来抬高自己的身价, 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国际学者来支持嘛, 控制这个人最讲究礼仪啊, 讲究名正言顺啊, 那你按照规定来请我, 我没有理由拒绝啊, 我当然只好去啊, 去了之后呢, 被利用了, 所以回来之后啊, 子路就是更不高兴了, 早叫你不要去, 你非去不可, 说什么按照礼的规定, 你可以找个借口嘛, 说生病了啊, 或是有别的事了这些, 结果果然是被利用啊, 史书上说他是招摇过世, 等于很招摇啊, 这个马车在渡城里面这样绕一圈, 让魏国老百姓都看到, 哦, 孔子跟在后面走, 就以为孔子会支持男子这一派, 所以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背景, 我按照礼仪的规定, 来做这些事, 此心光明啊, 非常坦荡啊, 你怎么能怪我呢, 我被利用, 你把责任怪我这里, 好像不太公平, 人与人相处啊, 恐怕因为观念不同, 相处的时候会有各种误会, 各种复杂的方法, 结果呢, 孔子居然发誓啊, 整部人域里面, 孔子发誓只有这一次, 从发誓里面, 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信念, 比如说我现在对天发誓, 代表我相信天, 这个天就不是天空哦, 比如说我现在刚刚讲完对天发誓, 忽然打雷了, 哎呦我吓一跳, 怎么搞的, 那真的是, 真的是有天会打雷来警告我吗, 那说因为碰巧啊, 那很多人莫名其妙发誓也没什么结果呀, 有些人说, 我对我的祖先发誓就比较慎重了, 我对祖先发誓不能开玩笑的, 所以一般讲发誓的时候呢, 我对什么发誓, 代表我相信的对象就是那个, 结果孔子对谁发誓, 对天发誓, 所以我们要了解孔子就要知道, 孔子有他的信仰, 他相信的是天, 我们说孔子相信天, 并不是说孔子不相信鬼神哦, 孔子当然相信鬼神嘛, 相信祖先, 所以孔子祭拜的时候呢, 非常虔诚, 但是呢, 祖先是哪一个人没有祖先, 你拜你的祖先, 他拜他的祖先, 但是最高的神是什么, 称为天, 所以古人都相信天哦, 在诗经里面, 书经里面, 历子太多太多了, 所以帝王称为天子, 这就是简单的背景嘛, 所以你相信天的话, 代表你要实现这种既仁爱又公正的要求嘛, 不是说我信天, 信完就没事了, 信天之后你就要有具体的表现, 那现在孔子做这个事啊, 子路不能谅解, 孔子就发誓, 我如果做的事是不对的话呢, 天厌之, 天厌之, 这是很重的事啊, 因为孔子相信天嘛, 他如果做错的话, 天来讨厌他吧, 天来厌弃他吧, 孔子为什么这样讲呢, 因为孔子认为自己没有错, 古人很讲究礼, 在左传里面有个句话, 他说, 礼以顺天, 天之道也, 这就是答案啊, 古代所谓的礼啊, 它是用来顺天的, 所以礼的来源是天, 上天生下老百姓, 有各种职务啊, 有些人尊, 有些人卑, 有些贵贱的区分, 使他有秩序, 所以人间所制定的礼仪啊, 是根据天的要求, 所以礼以顺天, 天之道也, 这是上天所规定的, 所以孔子本身五十二之天命啊, 他对礼仪啊, 又特别的加以研究, 了解, 并且愿意实践, 所以孔子认为, 我按照礼仪的规定来做这些事, 此心光明啊, 非常坦荡啊, 你怎么能怪我呢, 我被人利用, 不能把责任怪在我身上啊, 尤其是别人合乎礼仪的时候呢, 再来利用你的话, 你根本无法防备嘛, 所以利用我的人是有问题的, 但是我被利用, 你把责任怪我这里, 好像不太公平, 当然我们也知道, 一个聪明人啊, 连被利用的机会都应该设法避免, 这是没有问题的, 但是问题是, 孔子在这个时候能够避免这个机会吗? 那无法避免, 因为你是客人啊, 你一个鲁国的学者来到我卫国, 我国君夫人愿意跟你见面, 别人求之不得啊, 那你还挑三拣事, 推三主事的话, 那好像不是抬举啊, 好像太不够尊重我们国君夫人了嘛, 所以呢, 孔子他才会特别去发誓, 强调他做的其实并没有错, 错在于别人嘛, 这倒是事实, 倒不是推卸责任啊, 所以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, 什么意思呢? 我们还是要小心, 否则像孔子, 你看, 好好的一位老先生, 居然要对自己的学生发誓, 也是蛮尴尬的, 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, 学生以为我错了, 其实不是我的错啊, 所以我要发誓, 如果我错的话呢, 让天来做裁判嘛, 让天来讨厌我吧, 所以我们对于孔子的信仰, 要有这样的认识, 认识了之后呢, 就可以知道他五十二是天命, 他为什么那么在意, 他后面怎么样顺天命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。 行人也是可以有具体方法的, 那就是要多为他人着想, 虽然不一定能够照顾到全天下的人, 也要追求做到既能使自己通达, 也能帮助别人通达。 作为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论语《雍野编》第六的第三十章, 也就是这一编的最后一章, 他原文是这样的, 子供曰, 如有博师于名, 而能记众何如, 可谓仁夫, 子曰, 何事于人, 必也胜夫, 遥顺其勿并诛, 福仁者, 己欲利而利人, 己欲达而达人, 能尽取辟, 可谓仁之方也已。 他的白话文是说, 子供说, 如果有人, 普遍照顾百姓, 又能确实记住众人, 这样如何呢? 可以称得上行人吗? 孔子说, 这样何止于行人, 一定要说的话, 已经算是成圣了, 连遥顺都会觉得难以做到呀。 所谓行人, 就是在自己想要安稳立足时, 也帮助别人安稳立足, 在自己想要进展通达时, 也帮助别人进展通达, 能够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, 如何与人相处, 可以说是行人的方法了, 这张当然是特别重要了, 从内容就知道了。 首先, 是子供提出一个问题, 子供是言语课的高材生, 他一定也常听到老师说, 行人很了不起啊, 很好啊, 这些, 但他不太懂, 到底怎么样叫行人呢? 他大概知道, 行人是做好事, 照顾百姓, 所以他就举一个情况, 叫做普遍照顾百姓, 叫做博师于民, 又能够确实记住众人, 记众, 这样的人可以算行人吗? 所以他举的例子呢, 是何无孔子的一种教导, 说明什么呢? 善是我跟别人之间, 适当关系的实现, 所以一个人行善的时候呢, 就是设法照顾越多的人越好, 所以呢, 这叫做什么? 这叫做子贡的理解, 认为行人呢, 就是我设法照顾很多人, 照顾天下人, 结果孔子怎么回答? 他说, 这已经超过行人的要求了, 必也, 就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, 那已经达到圣人的标准了, 注意必也这两个字, 必也这两个字, 在轮语里面, 是一种假设语气, 上次我们谈到君子无所争, 必也设乎, 那个必也就是君子跟别人没有什么好竞争计较的, 如果一定要有的话, 所以必也两个字是如果一定要有, 这个假设语句, 所以孔子就说了, 如果一定要讲的话呢, 可以算是成圣了, 他接着说一句话, 连姚舜都觉得难以做到呀,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, 什么叫圣人, 在孔子心目中, 圣人就是我尽我的力量, 照顾天下人, 跟孔子的志向, 若和福洁, 孔子有什么志向呢? 老者安之, 朋友信之, 少者怀之, 就是照顾天下人, 让天下每一个人都得到安顿, 只要你有办法, 那古代在孔子来说的话呢, 圣人是指圣王, 一般人不太可能成为圣, 因为他只是老百姓, 只能照顾一家人, 一乡人, 或者说一个地区的人, 但是王不一样啊, 王的话就可以照顾天下人, 所以各位同志们就可以知道, 儒家的思想是什么, 强调我跟别人之间, 适当关系的实现, 别人是包括天下人在内, 只要我有办法, 只要我有本事, 我就尽量照顾更多的人, 这个目的不是为了照顾别人而已哦, 目的是为了完成我对人性的要求, 完成我自己的人性, 因为我没再强调人性向善, 所以你只有向善的话呢, 你这一生必须努力折善固执, 才能够使向善的人性得到完成, 最后的目的呢, 就是大学所说的子于至善, 这样就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, 能够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, 就是行人的方法, 能够设身土地替别人着想, 把自己想成别人, 把别人想成自己, 对自己要客观, 对别人要主观, 接着更重要的是什么, 孔子接着说了, 仁者是做什么事呢, 己欲利而利人, 己欲达而达人, 这段话为什么重要, 因为一般人提到孔子的名言, 往往就讲八个字, 己所不欲, 故事如我, 这八个字非常好, 但是呢, 有时候会让别人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消极, 为什么, 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做, 我又不要这么样对别人做, 是代表我不要把自己不愿意的事, 加在别人身上, 他只说不要, 不要代表消极, 我不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, 这边讲积极的, 我自己愿意安稳立足, 我就要帮助别人也安稳立足, 我自己想要进展通达, 也要帮助别人进展通达, 这是什么, 这是积极的, 所以我们学儒家的时候, 常常碰到外国朋友, 他跟我们质疑说, 你们的孔子, 光说己所不欲, 勿施于人, 好像有点消极, 这个时候不要忘记, 去跟他讲这段, 说你讲的不够, 孔子还说过, 己欲利而利人, 己欲达而达人, 代表什么, 我自己要怎么样, 我就帮助别人也跟我一样, 前面是说, 我不希望别人怎么对我做, 我就不要这么对别人做, 是不要, 自我约束, 现在说什么呢, 我如果自己要立足, 我要帮助别人一起立足, 我如果想要通达, 帮助别人一起通达, 这不是很积极吗, 两方面配合的话呢, 才代表孔子真正的思想, 否则你光想那八个字会觉得, 真的是有一点点, 狭隘以及消极的, 最后呢, 孔子说, 能定取辟, 就是行人的方法, 这四个字, 这四个字, 什么意思呢, 能够从自己的情况, 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, 就是行人的方法, 什么意思, 还是要说明一下, 就是把别人设想为自己, 把自己设想为别人, 今天所谓的换位思考, 就这意思, 比如说我们讲到说, 人与人来往, 我希望别人在背后不要批评我, 那我就要设想, 那我在背后也不要批评别人呢, 这也就是刚刚前面说过, 极所不欲, 勿施于人嘛, 同时也是几厘利人, 几大大人嘛, 所以这四个字就够了, 能进取辟, 就是设身处地, 把别人当成自己, 来设想, 这就是行人的方法, 所以孔子教学生啊, 在这个地方讲的最具体, 别的很多地方只是回答学生问人, 因采施教, 就这个学生在当时的情况, 他怎么走, 是人生的正路, 那在这个地方讲一个原则, 大原则, 能够设身土地, 替别人着想, 把自己想成别人, 把别人想成自己, 西方有一句话常常在说, 叫做对自己要客观, 对别人要主观, 就这意思, 什么叫对自己客观呢, 我们平常对自己都很主观, 我认为这样, 我认为那样, 那对自己客观什么意思, 要从别人角度来看自己, 就对自己要客观, 不要再主观了, 那对别人主观什么意思呢, 我们常常看别人的时候, 把别人当做别人, 就是客观的东西嘛, 那对别人主观就是要把别人当自己嘛, 其实我看别人情况, 就要想到说, 我是那个情况的话, 我会怎么样呢, 就是对别人主观, 而对自己客观, 你从这个西方这种简单的说法, 也可以知道, 人跟人相处的原则, 其实都差不多的, 只是孔子呢, 他这个原则, 有背后的人性论作为基础, 所以显得更为完整, 我们今天, 这一集呢, 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, 想了解孔子的特色, 最好的依据, 就是他对自己的评价, 那么, 孔子究竟是怎样评价自己的呢, 又体现了他怎样的自我要求, 作为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论语的数儿编第七, 第一章与第二章, 数儿编在论语里面, 是特别值得我们用心的, 因为它里面提到很多孔子的生活的一些细节, 他本身对自己的一种描述, 所以特别值得我们去研究, 首先我们看第一章, 子曰, 数儿不作, 信而好古, 切笔与我老朋友, 为什么我特别要讲第一章呢, 因为它是数儿编嘛, 平常我们常听到数儿编第七, 至少要把他的材料都给介绍, 孔子说, 传数而不创作, 对古代文化既相信又爱好, 我想自己很像我们的老朋友吧, 这边在说什么呢, 是孔子描写自己, 切这个字是一个谦虚的说法, 就要像我私底下把自己跟谁相比呢, 老鹏, 老鹏是谁呢, 老鹏是商朝的一位大夫, 事迹不可考, 孔子的祖先是商朝的后裔, 所以他特别把商朝的一位古人拿来跟自己相比, 他的比的用意是什么, 就是他数儿不作, 信而好古, 有点像他的老祖先在商朝的时候有一位大夫, 这样的做法, 也有人把老鹏讲成两个人, 说是老子跟鹏主, 那是没有根据的, 因为那样比的话, 你就比成两个人了, 比老子跟鹏主, 事实上鹏主活了八百岁, 是不是真的呢, 也是问题, 老子是比孔子更早的一位学者, 创建了道家的, 所以在这地方我们要强调什么呢, 说而不作, 传说而不创作, 这个作不是写文章啊, 所以你最近有没有创作了, 有没有写小说了, 不是的, 古兽讲做的时候是很慎重的, 代表什么, 代表能够自理作乐, 所以在中庄里面有一句话, 他说你如果有天子的这个位置, 而没有圣人的德行, 你不能自理作乐, 倒过来, 你有天子的, 你有圣人的德行, 而没有天子的位置, 也不能够自理作乐, 所以古代的作代表什么, 创作礼乐, 推行一种新的制度, 那个孔子说我说而不作, 是为什么, 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那个条件嘛, 至于信而好古呢, 是没有问题的, 我不但相信, 并且爱好古代的文化, 这一点孔子做得非常到位,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, 就知道第一段孔子自我描写, 他对自己认识的很清楚, 交出交久了, 书念久了, 久了厌烦, 交久了就厌代, 你好好把古代的思想, 精华, 介绍给学生, 年轻的一代, 再往下传, 就是功德无量的, 第二段呢, 内容更丰富了, 在第二章, 原文这样说, 子曰, 墨而自知, 学而不厌, 惠人不倦, 何有于我在, 意思是, 孔子说, 默默诚想, 所见所闻, 认真学习, 而不厌烦, 教导别人而不倦怠, 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, 这边提到三点, 第一个, 墨而自知, 智就是记, 这个智啊, 是认识的事, 要念成智, 智就是把它记下来, 要把它存想存思, 记下来, 所以孔子平常, 对于所发生的事情, 所听到的事情, 他都是默默存想, 不要着急的去发表他的意见, 第二个, 要学而不厌, 认真学习而不厌烦, 他作为一个老师啊, 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呢, 学而不厌, 并且惠人不倦, 我们当老师人都知道, 老师最难做到的就是这八个字, 因为教书啊, 他也像一般职业一样, 他会产生倦怠的, 因为每年的学生都差不多, 比如我教大学, 教了三十几年了, 学生永远是十八九岁, 我都好几个十八九岁了, 看到没有, 学生都是这个年龄, 那我呢, 年龄越来越老了, 所以到时候就会发现, 你要继续不厌不倦吗, 很难做到, 教读教久了, 书念久了, 就会厌烦, 教久了就会倦怠啊, 有时候觉得再怎么教都一样, 学生懂多少呢, 到最后毕业了, 就业了, 各自发展, 所以做老师是一种, 很多人常常说啊, 是有良心事业, 的确是如此, 你要自我要求, 我特别崇拜孔子, 就是他这八个字, 我自己是一学习就觉得厌烦, 一教书就觉得倦怠, 就常常提醒自己要努力啊, 你看孔子, 学而不厌, 惠人不厌, 讲的都自然, 但是他这样讲什么意思呢, 这句话真正难以理解的是, 最后一句, 何有与我在, 这五个字啊, 翻译上就有困难了, 一般有两种方法,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, 就是说, 何有与我在, 这些事情对我有什么困难呢, 何有就是有什么困难嘛, 我们以前用过类似的话, 像孔子的学生能不能做官呢, 他说, 于从政乎何有, 有什么困难, 那如果你把这三件事, 以孔子的语气来说, 说何有与我在, 三件事有什么困难, 很容易, 好像显得太骄傲了, 第二个呢, 何有与我在, 就变成是, 没有一样东西在我身上实现了, 何有变成是, 哪里有一样在我这里实现呢, 那就太谦虚了, 所以翻译的时候, 下笔呢, 就要衡量一下, 我把它翻成什么呢, 翻成, 孔子以这三件事, 经常自我在要求, 于是呢, 他的何有与我在代表, 他问自己, 这些事我做到了多少呢, 所以何有的有呢, 可以当做一种程度, 我做到了多少, 而不要当做一种性质, 有或没有, 因为当做性质说, 有做到, 很容易, 或是, 好像什么都没做到, 这两个极端都不好, 所以我这样讲, 我再把它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, 默而自知, 学而不厌, 贵人不倦, 这三点是孔子自我要求的原则, 希望能做到这三点, 因为他是一个学者嘛, 他希望能够好好教学生, 自己不断的好学啊, 他最后说何有与我哉, 不应该讲得太骄傲说, 这有何难呢, 也不能讲得太谦虚, 哎呀, 我什么都没有, 他应该讲得说, 我努力做这三件事, 问题是什么呢, 我做到了多少呢, 这样就对了, 那是永无止见的要求嘛, 所以你必须常问自己说, 我做到了多少呢, 所以我们学习古代的文字, 为什么有些困难, 因为有些话的语句啊, 在别的地方, 明明白白, 何有与我哉, 是有何难呢, 很容易啊, 但是你还是要看上下文啊, 你要懂它的语气啊, 否则你就硬生生的把何有与我哉, 当做说, 何难于我, 那好像孔子把事情看得太容易, 不像孔子说话的语气, 因为孔子很少自我在宣传的, 自我在吹嘘的, 他唯一说的比较直白的就是, 有人像我一样忠信, 没有人像我这么好学, 而好学正好又是一种谦虚的表示, 代表我学龙不好嘛, 学龙不够嘛, 所以我必须不断好学嘛, 只有那个地方, 孔子会就自己过, 像书尔边一上场, 那个孔子对自我的了解, 对自我的描述, 书尔不做, 心而好古物, 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, 传述而不创作, 你好好把古代的思想, 精凰, 介绍给学生, 年轻的一代, 再往下传, 就是功德无量啊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。 学习论语可以感受到孔子的喜怒哀乐, 那么他有没有忧愁呢? 他最忧虑的情形又是什么? 请看下一讲, 《原者不忧》。 学习论语可以感受到孔子的心情, 喜怒哀乐, 那么他有没有忧愁呢? 他最忧虑的情形又是什么? 各位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《论语数而编》第七的第三章, 这一章特别值得注意, 它的原文是这样子, 只曰, 德自不修, 学自不讲, 文艺不能洗, 不善不能改, 事无忧愿。 意思是, 孔子说, 德行不好好修养, 学问不好好讲习, 听到该做的事, 却不能跟着去做, 自己有缺失, 却不能立刻改正, 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呀。 如果没有听到是前面的子曰, 我们会以为说, 讲这些话的人, 恐怕真的是有问题呀, 他每天担心的事件是什么事呢? 德行没有好好修养, 学问没有好好研究, 代表这个人是有些问题了, 再接着, 听到该做的事, 没有跟着去做, 然后呢, 自己有些缺失, 没有去改正, 那还得了, 这个人一定有问题, 但你再一看前面讲子曰, 又吓一跳, 那是孔子啊, 怎么会有问题呢? 但是我们也不要太着急, 这正好是老子说了一段话, 老子里面提到说, 圣人没有缺点, 因为他们把缺点当缺点, 就因为他们把缺点当缺点, 所以他们没有缺点, 这是我白话的翻译呀, 老子原来这个原文讲的, 这个是非常好听的, 他是说, 圣人不病, 以其以病病, 父为病病, 事以不病, 病就是缺点, 一个人只要把缺点当缺点, 他就会提醒自己, 不要犯这些缺点, 相反的, 我们很少把自己的缺点当缺点, 所以我们老是犯这些毛病, 所以孔子这样讲四句话, 更令人佩服, 第一个, 你不要想象孔子说人性本善, 不可能的, 看到没有, 孔子自己都说了, 我德之不修, 学之不讲, 如何如何, 我担心的是这些事, 连孔子这样的人都担心, 德性没有好好修养, 那我们凭什么说, 孔子是不是主张人性本善, 想都不要想, 那应该怎么办呢, 怎么理解呢, 就把它理解为孔子的自我要求, 孔子之所以让人佩服, 他所以有那么完美, 就因为他常常在提醒自己, 我德行不够, 我学问还不够, 你知道自己不够, 你就会不断的上进, 这就是人生, 所以前面两句都讲不, 不代表什么呢, 不代表你需要立志, 在德行上要立志好好修养, 在学问上要立志好好研究, 立志, 后面两句都讲不能, 文艺不能喜, 不善不能改, 代表什么, 你做得不够, 这两个又不一样了, 你说你得之不修, 学之不讲, 那代表你没有立志, 第二个呢, 你不能做到, 代表你努力不够,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分辨自己, 什么事情是我没有志向, 既然没有志向的话, 当然不会努力, 所以第一个, 跟第二个, 谈到德行跟学问, 是立志的问题, 一旦有了志向呢, 就是生命就有的目标, 日心又心, 到一个阶段就会有一定的成果出来, 那么谈到另外两个不能的话呢, 就代表什么, 你做得不够, 你已经立志了, 只不过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, 各位想想看, 听到该做的事, 有没有跟着去做, 该做的事太多了, 很多时候你听到很多事情都该做, 你做了这个就忘了那个, 或者你做了做觉得太累了, 自己的时间, 自己的力量有限, 怎么办呢, 就在里面计较了, 人不是完全都不要计较的, 但你计较这些的话, 等于是自己的损失啊, 因为你失去了追求正义的机会, 做该做的事, 有时候呢, 该做就做, 孔子说过, 建议不为, 无永也, 看到该做的事, 没有立刻做, 就缺乏勇敢, 我们今天就用这个词啊, 变成建议勇为, 代表什么, 勇敢, 要立刻做, 不能拖延, 很多好事一旦拖延呢, 就变成不是好事了, 甚至变成坏事了, 那么最后一句, 不善不能改,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, 问题是你能够改吗, 你为什么不改, 我们也记得孔子说过, 过则勿但改, 有的过失不要害怕去改正, 为什么一般人害怕改正呢, 因为改变自己的过失, 就好像改造自己的性格一样, 因为过失往往跟性格连在一起, 你有什么样的性格, 过失就是什么样的过失嘛, 这种性格的人犯这种过失, 叫你犯不同的过失也不容易啊, 那怎么办, 就针对自己的性格, 把过失去掉, 性格的优点, 就会完全表现出来, 人生好像有烦恼, 但我们不要忘了, 最后呢, 你要把握的还是自己的生存, 孔子听着笑一下, 不对啊, 他说的没错, 我就是上家座, 那么在接着, 这一章是第四章, 因为很短, 我们就把它跟孔子这段话合并起来说, 原文说, 主之焰居, 生生如也, 夭夭如也, 白话文是, 孔子平日闲暇时, 态度安稳, 神情舒缓, 焰这个字, 代表安, 就是我们看天上的焰子飞, 那个焰子的焰, 代表平日, 就是平常没什么事的时候呢, 生活情况如何, 描写孔子的时候呢, 生生如也, 是什么, 态度安稳, 好像手咬都生懒得开, 没什么烦恼, 他在乱世里面能做到这个不容易, 那夭夭如也, 好像生懒夭, 这个神情舒缓, 代表你虽然在乱世, 前面有四种忧虑, 然后呢, 鲁国又这么乱, 中间还有最欧列国, 所以这八个字, 描写孔子平常态度安稳, 神情舒缓, 不容易啊, 通常我们在乱世里面就很容易慌慌张张的, 每天做这个, 做那个, 先保命, 再求生活, 然后看到学生们能不能做官, 会不会有危险, 都要担心, 人生很容易有烦恼, 但我们不要忘记, 最后呢, 你要把握的还是自己的生活, 你不能选择时代啊, 通常你也很难选择要活在什么样的社会, 但你能选择的是什么, 是自己的生活态度, 不管天下怎么乱, 不管外面情况如何复杂, 你对于自己每天的作息, 日常生活平常没事的时候, 要能够稳定下来,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隐身, 因为孔子本身的素养很好, 对于音乐的造诣很高, 我们将来就会看到, 他有空他就唱歌, 他唱歌的时候有什么特色, 他如果不唱歌的话呢, 通常都是因为什么, 他有别的伤心的事情, 有些人从外表看他的时候, 觉得孔子好可怜啊, 好像上家狗一样啊, 这些, 其实孔子并不觉得自己可怜, 这种上家狗的典故呢, 也不是真正那么严肃去说的, 是孔子的开玩笑, 幽默的, 别人描写说那个老人家在那边, 好像这个, 好像那个, 因为他在最后列国的时候呢, 到了镇国, 跟学生们走散了, 子供到处找他找不到, 到处找人就问, 有没有见到一位老先生呢, 后来有人就说, 在东门下有一个人呢, 像上家狗, 子供听了之后, 大概有点像, 就跑去, 哎呀, 果然找到老师了, 他就跟他说, 老师, 别人把你描写成这样, 描写成那样, 最后说你很像上家狗, 孔子听了笑一笑, 说对啊, 他说的没错, 我就是上家狗, 孔子是出于幽默的心情啊, 一个人可以自我解嘲嘛, 但是你不要忘记, 有谁比孔子更安顿自己呢? 这个世界上, 每一个人都七七惶惶惶, 而孔子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安顿的, 他的学说在他自己身上, 实践的最完整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, 和普通人一样, 孔子也有自己佩服崇拜的对象, 那就是周公, 那么周公身上寄托了孔子什么样的理想呢? 作为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《论语术尔编》第七的第五章, 这张内容是这样子, 《论语术尔编》, 《圣义无衰也》, 《九亿无不复梦见周公》, 意思是, 孔子说, 我实在太衰老了, 我竟然很久都没有梦见周公了, 我们今天把梦见周公看成上课打瞌睡, 老师就说你梦见周公了, 这就来自于这段话, 孔子为什么说他自己衰老了, 而他的理由是很久没有梦见周公, 因为孔子年轻的时候, 就以周公作为他的崇拜对象, 西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 他说每一个伟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崇拜另一个伟人, 因为你年轻的时候, 你本身还需要努力发展, 需要有一个偶像作为你发展的一个参考, 要根据他的示范来努力改造自己, 那么对孔子来说的话, 在春秋时代末期, 他最能够佩服的, 崇拜的是谁呢? 就是周公, 为什么? 因为周朝初年, 周五王把商朝打败之后, 他只做了六年的过军, 那么时间太短, 所以他的儿子接位的时候, 就是陈王, 年纪很轻, 周公是周五王的弟弟, 就出来辅政, 所以他本身有天子的德行跟地位, 他就自理作乐, 所以周公最伟大的地方, 还不是说他来辅政, 而是说他能够借这个机会, 自理作乐, 因为一个社会一定需要有一些规范, 像礼乐, 夏朝, 商朝都有, 到周朝的时候, 更是集大成, 燦然完备, 那么是谁的功劳? 就是周公, 那么礼乐出来之后, 周朝整个的社会, 你如果跟夏商相比的话, 就进步很多了, 孔子也说过, 他说, 这个周朝是把夏朝商朝的优点, 都能够掌握住, 成为集大成, 燦然完备, 叫做地狱乎闻在乌丛周, 孔子他要追随的是周朝的这一套做法, 不要忘记, 孔子的祖先是商朝人, 他并不会说, 哎呀, 我的祖先商朝人被周朝取代了, 后来呢, 商朝的后代封在宋国,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王室啊, 所以你要推, 推到最后可以推到商朝的王室, 但是孔子他没有这样的成见, 他不会说, 我既然是商朝人, 商朝被取代了, 我对周朝就一定不满意啊, 或是我要起来对抗, 没那回事, 文化的范围呢, 只看哪一种文化更为高明, 更为重视人性, 让你可以发展人性的潜能, 我们就要接受, 你这样才会进步啊, 否则你老是守着自己的家乡的那一套小的传统, 或者已经过去到过时的东西, 那你怎么进步呢? 所以这方面可以看得出来, 孔子欣凶非常开阔, 他只问谁是伟大的人, 而不要问是哪一国的, 我们今天学习也一样啊, 我们是正好有儒家道家这些思想, 让我们学习, 所以做个中国人呢, 是非常荣幸的, 那么我们作为很多国家, 像日本, 韩国, 新加坡, 加上越南这些国家, 他们对我们的儒家也非常崇拜, 那么他们本身会不会说, 不行啊, 孔子不是我们日本人, 我们就要考虑考虑, 没什么要考虑的, 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啊, 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崇拜的国家, 为什么呢? 因为他们认为孔子太伟大了, 所以我们现在看孔子伟大, 不要忘记, 孔子也有年轻的时候, 孔子跟我们一样年轻的时候, 他也要崇拜一个他当时所认定的伟人, 那是谁呢? 就是周公, 所以孔子对于周公经常去想象周公是什么情况, 换的是周公他会怎么做呢? 你这样才能够学到周公的表现嘛, 所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做梦的时候没梦到周公, 他说糟糕了, 我是不是已经衰老了, 也就是说我的力量, 我的年纪啊, 到一个时候啊, 就不太可能像年轻的时候充满一种理想, 如果人类不能够和谐相处, 首先受害的是自然之, 人的力量有限, 应该先把人类先造一, 让每一个人都安倍, 人类是万物之灵, 结果呢, 科技太发达, 发明了有几个蛋, 可以把地球毁灭七次, 你只要提到做梦, 你想到谁呢? 想到到家的庄子, 庄子生活非常穷困, 有一天呢, 我们要在外面砍柴啊, 累, 就要树下休息, 做梦了, 梦到自己变成蝴蝶, 这就是到家的特色, 因为人活在世界上有它的限制, 生活穷困啊, 体力衰退了, 然后呢, 又不能飞, 这个也不能进水中游, 所以常常觉得生命有它的限制, 那么他做梦梦到蝴蝶, 那段话很短, 他说蝴蝶啊, 到处飞舞非常自在, 在那一刹那, 完全忘记还有庄舟的存在, 但是呢, 好梦一醒啊, 醒来,哎呀, 弄了半天, 我还是庄舟, 我并不是真的蝴蝶, 他就问说, 现在是蝴蝶梦到我呢, 还是刚才我梦到蝴蝶呢, 这就是到家思想的特色, 他把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啊, 设法打通, 说好像我跟蝴蝶其实都在自然界嘛, 大家为什么不能相通呢, 何必一定要坚持人的世界如何, 而自然世界如何不一样, 所以到家的思想呢, 比较喜欢把人的世界的范围啊, 是把扩大, 包括自然界, 变成一个整体, 而儒家的思想就比较偏向怎么样呢, 以人作中心, 因为儒家知道天下这么乱啊, 人要首先安分自己, 如果人类不能够和谐相处, 首先受害的是自然界, 如果你打仗的时候呢, 几个炸弹丢下来, 森林都烧光了, 森林烧光的话, 谁受害呢? 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啊, 所以如果人的世界可以稳定, 那么自然界也得到保存, 所以这是儒家的想法, 他认为说人的力量有限, 应该先把人类先照顾好, 让每一个人都安顿, 那么你这个做基础, 再来关怀自然界, 所以这立场不一样, 所以孔子来说, 目前周公是很合理的, 因为周公使人间上轨道, 能够有礼乐教化, 而孔子当时叫做春秋时代末期, 用四个字来说, 就是礼坏乐崩, 正好把周公当时智礼作乐, 到了孔子的时代, 礼坏了, 乐也崩了, 整个社会都慢慢瓦解, 所以孔子为什么要特别推崇周公呢? 他就是担心啊, 再这样下去, 人的世界就自相残杀, 自己毁灭自己了, 就好像今天你看世界那么乱, 人类所储存的原子弹, 核子弹, 可以毁灭地球七次, 所以地球本来好好的, 人类是万物之灵, 结果呢, 科技太发达, 发明了原子弹, 可以把地球毁灭七次, 你这一想到就觉得, 为什么人类不能够好好相处呢? 所以孔子梦见周公, 是希望把周公当初的作为, 在他那个时代设法也来做一些, 让人的社会稳定下来, 形成天下大同的局面, 所以这张反映出孔子的理想,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, 儒家对于人的要求, 除了以五经六义为基础, 还要在道德之外, 有艺术的修养, 想成为一个全面的人, 好野情操也是很重要的, 各位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《论语术尔编》第七的第六章, 直约, 至于道, 至于德, 异于人, 犹于义, 同时说, 立志追求人生理想, 确实把握德行修养, 绝不背离人生正途, 自在涵涌, 义文活动, 首先我们知道, 道, 道在轮运里面经常出现这个字, 它指什么呢? 它指人生的路嘛, 那为什么一定要讲道这个字呢? 讲道绝不是人生的路,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路, 不是的, 讲道道的时候是特别强调正当的道, 因为人有自由可以选择嘛, 假设我可以选择两条路, 一条路正当, 一条路不正当, 那你不能说, 我爱怎么选怎么选, 反正我有自由啊, 不能这样讲, 所以儒家里面讲道道, 就要加一个词, 叫做阴行之道, 就你应该怎么做, 才能算是一个正当的人生, 所以讲道道的时候, 在理解上, 就要把它翻成人生的理想, 因为没有人生下来是完美的, 但是呢, 要加一句, 没有人不能够走向完美, 所以你说至于道这个字, 在儒家里面我们提到好几次, 孔子用字有三个用法, 第一个, 至于学, 立志求求, 要好好休息, 第二个, 至于人, 我要立志于走上我个人的人生的正路, 第三个, 就是至于道, 所以他都用字来表达他的对象, 他的目的, 所以学就叫学人, 学就叫学道, 那么人跟道有什么关系呢, 这就比较有趣了, 简单来说, 道是人类共同的路, 人呢, 是你这个人, 我这个人的个别的路, 所以讲仁义的人这个字的时候呢, 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情况去考虑, 上次我们还谈过, 怎么样走上行人的路呢, 孔子说, 能尽取辟, 按照你个人究竟来考虑, 设身处定, 替别人着想, 所以如果你要行人的话呢, 除了己所不欲, 勿施于人之外, 还要做到己利利人, 己达达人, 原因就在这里, 因为那是你个人跟别人不同哦, 所以孔子的学生请教老师, 什么是人, 孔子的回答, 每一次都不一样, 为什么不一样, 因为每一个学生不一样啊, 他的个性不一样, 性格不一样, 他人生的目标, 他的处境, 他跟别人的关系都不一样, 所以孔子回答, 学生问人的时候呢, 个个不同, 但是呢, 他跟学生讲道的时候呢, 是一样的道, 一个念书人立志于求道, 如果以穿的衣服太简陋, 吃的食物不好吃, 以为这个可耻的话, 这种人不值得跟他商量事情, 看到没有, 事之于道, 而此恶意恶食者, 为主与义也,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, 道是者人类共同的正路, 这一点没有问题, 每一个人都要立志说, 好, 我要立志做一个正人君子, 这是第一步, 第二步, 讲到德, 就用一个词叫做聚, 聚就是我要抓紧, 为什么要抓紧德呢, 因为德行的德这个字, 在古代呢, 跟获得的德通用, 换句话说, 每一个人的德行, 都是自己努力实现之后, 有了心得, 那才能叫做德, 有了心得嘛, 我获得了某些启发, 那就形成了我个人特别的德行, 比如说有人专门去认真孝顺, 他就有孝顺的德行, 有人专门用心去讲信用, 他就有守信的德行, 有人专门认真做事, 他就尽忠指手, 有这个德行, 所以德行呢, 必须分门别类, 按照每一个人努力的程度, 而得到什么样的心得, 所以德行呢, 很容易得到之后又失去, 比如说我努力孝顺了很久, 哎呀, 这段时间心情不好, 又这个, 这个好像诸事不顺啊, 不顺利, 那我就忘记了, 所以这个德你要尽紧抓住啊, 你如果做了半天有心得, 一旦忘记了忽略了, 恐怕到最后又不见了, 所以这个道德的德这个字啊, 在古代比较有趣, 它一定是实践了之后有个人的心得, 你要尽紧把握住, 所以孔子用什么字, 叫做聚于德, 聚就是占聚的聚, 在这边代表什么呢, 要确实把握德行修养, 第三点叫做义与人, 一就是怎么样呢, 一就是不要背离, 不要违背, 不要违背人生的正途, 我们还记得孔子说过, 他的学生里面只有言渊, 他的心啊, 三月不为人, 三月代表很长的时间, 不会背离人这个字, 就是人生的正途, 那么在这个地方讲, 异于人是每一个个人啊, 前面讲自于道, 是立志于走上人类共同的正路, 这边讲异于人啊, 是绝不背离我这个人啊, 的正路, 所以可以这样去分, 你要是不这样分的话, 这些词听起来都很像, 很接近了, 就很难理解了, 我在驾马车, 它是一种活动啊, 那这种活动可以让你饶宜的心情, 让你暂时避开许多烦恼, 你花点钱收藏下来, 将来变成古董了, 变成宝贝了, 暂时我跟别人之间, 适当关系的实现, 所以你跟别人相处, 本来就要自我要求啊, 有压力的, 那么最后一个呢, 游于义, 游就是游泳的游, 义代表什么, 古时候讲义啊, 字子六义, 礼乐, 舍玉, 书, 术, 礼就是礼儀, 乐就是演奏音乐, 它需要操作, 舍是舍箭, 玉是驾车, 书是书写, 术呢, 是计算, 古代如果你要做官的话, 你需要懂得五经, 代表经典, 还有六义, 代表技能, 专业能力, 那么我们今天讲这个游泳意的话呢, 那么它的范围可能还可以包括更多, 但是六义是基本的, 比如说我们比较觉得是一种自在悠悠其中的是什么呢, 像礼乐, 还有什么射箭跟驾车, 也都算, 那么如果说你说这些东西啊, 好像跟你平常做人处事没有直接关系的哦, 比如我在练习射箭, 我在驾马车, 它是一种活动嘛, 那这种活动可以让你陶冶心情, 让你暂时避开许多烦恼, 因为儒家的教育啊, 当然是讲究文跟武啊, 要配合嘛, 所以呢, 这边讲游泳意, 在今天来说应该是指很多休闲活动, 比如我们常鼓励年轻的朋友啊, 可以去集邮啊, 收集邮票, 一本一本的, 因为我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, 发现在外国, 他们对于集邮都做得很用心啊, 每一年啊, 他都会出一本这一年度的所有的邮票, 让你集邮的人喜欢, 喜欢的人可以收藏嘛, 你花一点钱收藏下来, 将来变成古董啊, 变成宝贝了, 但是目的不是为了将来争执啊, 而是为了什么, 你欣赏这些邮票的时候呢, 可以看到他的画面, 看他背后的故事, 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, 这很有趣味的,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, 你可以陶冶自己的性情, 叫做游自在涵勇, 一文修养, 至于说, 如果有兴趣, 读读一些诗词, 看看小说, 念念散文, 没什么压力, 纯粹是为了调剂自己的心情, 那多好, 所以孔子教学生的时候, 不是硬邦邦的, 不是光说, 至于道, 至于得意于人, 他如果不讲第四句话, 那么谁当孔子学生, 谁就很辛苦了, 他还有第四句话, 叫做游于义, 让你可以在前面三点, 从事德行的修养, 因为人性向善嘛, 人生除了责善固执, 好好行善之外, 你还有什么事该做呢, 不要忘记, 善是我跟别人之间, 适当关系的实现, 所以你跟别人相处, 本来就要自我要求啊, 有压力的, 那另一方面呢, 你就由于意, 可以调节, 可以化解, 这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孔子的想法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, 孔子的弟子很多, 但也并不是没有选择的, 什么样的人他会来者不拒, 什么样的人他却不会去教呢, 各位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论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《论语术尔编》第七的第七章, 这一章值得注意的, 它的原文是说, 只曰, 自行素修以上, 无味尝无会言, 我的白话翻译, 各位恐怕乍听之下会有点惊讶, 我等一下会做详细的解释, 我把它翻成, 孔子说, 从十五岁以上的人, 我是没有不教导的, 好了, 问题来了, 大家都以为说, 素修不是食素肉干吗? 孔子说的不是说, 任何人只要带食素肉干找我, 我没有不教导的吗? 怎么现在变成年纪了呢? 所以我要特别说明一下, 古代的人讲话, 有一点说话的句法, 我仔细查了十三经, 所以, 整个查了一遍, 古代的社会呢, 从来没有人讲话, 用自行什么什么以上的, 没有这样的说法, 换句话说, 你把自行跟以上连在一起, 中间加上什么素修或是别的东西, 没有人这样说话的, 那怎么说呢? 有自什么什么以上, 这有的, 除了这一句, 另外还有两句, 都是一样的话, 自生死以上, 皆入于百, 什么意思? 因为古代的人, 他的孩子出生之后, 因为医药卫生不够发达, 所以小孩子的死亡率很高, 所以政府就规定, 小孩子长牙齿以上, 代表什么? 一岁以上, 才要登记户口, 所以这说明什么? 我们就不要把这句话当作, 自己带着肉干来找我的, 这是不成话, 古代没有这样说话的, 好, 再看另一方面, 另一方面在轮椅里面, 从来没有发现, 孔子收购肉干的, 但是在乡党边地时, 孔子公开表示, 外面买的九根肉干, 他不吃, 根据司马迁的说法, 孔子有三千弟子, 每一个人十素肉干, 那三万素肉干谁吃呢? 孔子不是每天吃肉干呢? 那恐怕身体也吃不消, 所以我这样讲不是开玩笑, 而是说, 你为什么要把它讲成非常肉干不可能? 为什么? 是因为在古代, 贵族子弟上大学, 是要送素修的, 十素肉干, 后来就把这个送素修给老师是十五岁, 所以用寻素修之理代表十五岁, 这个做法其实很平常嘛, 比如说假设你在古代社会, 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, 你不能问他你几岁啊, 你问他你几岁, 他怎么回答? 他一定说比去年多一岁, 那你再问他那你去年几岁呢? 他比前年多一岁, 你永远搞不清楚他几岁了, 因为古代跟现在不一样, 现在你可以说2009, 2010, 那么你很容易算几岁, 古代算几岁, 很不容易的, 那怎么办呢? 就看你有没有夸过一个生命的礼仪, 女孩子十六岁要行的是什么礼呢? 极极之礼, 就是到十六岁把头发竖起来, 就准备嫁人了, 不但男子呢, 二十岁就要加官, 所以你见到男孩子就要问, 加官没有? 意思就是你二十岁没有啊, 见到女孩子就要问, 极极没有, 十六岁没有啊, 就那么简单, 那后代呢, 我们就以孔子所说的话, 作为年龄啊, 见面的时候, 今年几岁, 儿历代表三十嘛, 不惑代表四十嘛, 这中国人习惯, 喜欢拿一个特殊的词, 某些礼仪在古代, 作为年龄的一个代表, 所以行述修之礼呢, 在古代是十五岁, 所以后来就用这个述修代表十五岁, 这不是我想象的, 是东汉的郑玄说过这样的话, 他说, 述修为男子年十五岁上, 所以这边讲到字什么什么以上,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, 字这个字啊, 在轮语里面有两种用法, 总共出现二十次, 有十次呢, 当做自己, 有十次呢, 当做从, 比如说, 有朋字远方来, 那个字就是从远方来嘛, 那有时候当自己哦, 这个时候当自己用的时候呢, 只有一个用法, 就是反身动词的主词, 主词跟授词是同一个字, 比如说, 夫子自道, 老师自己说自己, 所以你念这一段, 自行述修以上, 如果说自己带着, 那就麻烦了, 那就违背了这个规则嘛, 因为他的字只有两个用法, 所以你把它理解为, 从十五岁以上就对了, 因为这个字本来就两个用法, 但是孔子说述修啊, 代表孔子在这一点上, 好像与苏格拉里略逊一筹, 孔子年轻的时候, 做过这些简单琐碎的工作, 算是基层的公务员, 孔子做一个老师, 他不在乎别人有没有交学费, 有没有送肉干这个问题, 我们有一位哲学界的前辈, 吴永兰先生, 他在写中国哲学史, 就提到这一段, 他还加以比较, 他说孔子跟苏格拉底啊, 两个时代差不多, 但是呢, 有一点不同, 因为苏格拉底曾经公开批评别人收学费, 代表苏格拉底跟别人谈话, 或是给别人指导, 从来不收学费, 但是孔子说述修啊, 代表孔子在这一点上, 好像比苏格拉底略逊一筹, 我年轻的时候看到这种说法就觉得奇怪, 所以我才想去研究, 结果研究后来发现, 孔子也不收肉干了嘛, 你这样把它说成收肉干, 是从字面上去看, 而没有了解字什么什么以上的用法, 这个用法不能妥协, 它就是指从几岁以上, 以上代表数字增加, 否则我们想想看, 孔子公开说, 你们自己带着什么来找我的, 那我变成以上的上了, 哪里有这样的老师呢, 高高在上, 认为自己在上, 这个不太说得通, 那我们很多人就问啊, 那如果孔子不收肉干, 不收学费, 他靠什么为生呢, 他生活靠什么呢, 他不是老师吗, 这点我们其实不需要担心, 根据孟子的说法, 孔子曾经管过仓库, 负责当会计, 当得非常好, 账目没有任何错误, 他也当过牧场的主管, 把那个牛羊管得特别好, 繁殖得特别快, 长得特别的壮, 都受到肯定, 所以孔子年轻的时候, 做过这些简单琐碎的工作, 算是基层的公务员, 他后来学会什么呢, 他学会了怎么样办丧事, 这我们将来再提到, 再做说明, 所以这一段是特别重要的, 为什么, 因为他牵涉到孔子做一个老师, 他不在乎别人有没有交学费, 有没有送肉干这个问题, 他所强调的是什么, 从15岁以上, 为什么要讲15岁呢, 因为古代的孩子, 他需要接受乡村教育, 今天称作祥婿之教, 就到15岁为止, 比如说我是一个老百姓, 我今年12岁, 那我就在每年农历10月份, 农业社会秋收之后, 没什么事了, 就把这些孩子聚在一起, 有我们乡村里面的, 有学问的前辈, 有些人做官之后退休了, 那他来教这些孩子, 教他们什么呢, 第一个文化常识, 你是鲁国人, 你就要知道祖先是周公的儿子, 你是齐国人, 那你要知道祖先是江太公传下来的, 这些文化常识嘛, 每个人都要知道自己的国家怎么来的, 第二种是基本的武艺, 如果是男孩子, 就要开始学射箭啊, 驾车这些基本的能力嘛, 那么到15岁就不能再学了, 只有贵族子弟可以上大学, 因为他们将来要做官的, 所以孔子自己呢, 15岁立志求学, 他有成就之后, 回馈社会, 公开宣称, 只要15岁以上, 我没有不教的, 这非常合乎孔子的一种理想,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, 他就把这个道理说清楚, 希望能够不要再误会孔子了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, 孔子的弟子中, 有很多出色的人, 这得益于孔子正确的教育方法, 那么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秘诀呢? 各位观众, 我们一起来学习文语, 今天要介绍的是, 文语数而编第七的第八章, 原文是这样的, 只曰, 不奋不起, 不匪不发, 举意于, 不以三于反, 则不负义, 孔子说, 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, 我不去开导, 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, 我不去引发, 告诉他, 一个角落是如此, 他不能随之联想到, 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, 我就不再多说了, 这一章很明显, 说的是孔子的教育的方法, 教学方法本来有很多种, 我们在这边就把起根发放在一起, 因为孔子说, 不奋不起, 我们先了解一下他到底在说什么, 老师上课教学生, 学生懂得吗? 学生懂得了吗? 分代表什么? 分代表快要生气了, 为什么? 因为太难了嘛, 好难懂啊, 所以一定要到学生想懂他懂不了, 都快生气了, 这个时候孔子才来什么? 才来起来开导, 如果学生完全不努力, 坐在那边发呆, 老师说什么, 我都反正听不懂, 那我也不想努力去懂, 那孔子有什么办法呢? 他再怎么教也没用啊, 所以教学最好的方法是在关键的时刻呢, 给你一些词典, 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, 不奋不起, 分代表让你就是想懂, 懂不了, 都快生气了, 那不菲不发什么意思呢? 菲这个字啊, 代表脸都胀红了, 老师上课请你说一说心得, 哎呀, 你脸胀红了, 急得不得了, 说又说不出来, 这个时候老师才来怎么样呢? 引发, 告诉你说怎么样说才对, 所以起跟发是有条件的, 一定要学生主动, 学生不主动的话呢, 谁教也没用啊, 所以教育不能讲灌输, 一定要讲起发, 而起发是有条件的, 要学生配合, 其实所有的伟大的老师啊, 古今中外都一样, 都有类似的了解, 都是能够掌握到学习者呢, 他的一种意愿, 一定要你愿意学, 那我们教了之后才有用, 所以孟子后来呢, 照着孔子的思想去发挥, 特别强调, 教书呢, 有好几种方法, 他特别强调, 第一种, 有如实语化之者, 实语就是即时语, 就要像学生念书的时候, 哎呀, 到了关键的时刻, 能不能突破这个难点呢, 这个时候你一教, 就是即时语, 所以孟子说的也很有趣啊, 有如实语化之者, 所以孟子这边讲的起跟发, 是从这方面去理解, 当然孟子还说的另外四种, 教书还有什么, 有成德者, 专门帮助学生完成德行的, 这种人格教育, 有达才者, 能够让学生的人才的条件, 可以这个表现出来的, 还有答问者, 答问就很简单嘛, 就是你有问题问我, 我回答你, 这是第四种, 最后还有一种, 有诗俗译者, 什么叫诗俗译呢, 老师把书写下来, 放在图书馆, 放在书店, 隔了很久之后, 或者在远地的人, 从书本上自己去学,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, 比如孟子学习孔子, 他就用两个字, 诗俗, 我是自己来学习的, 设法能够从各方面授习材料, 学孔子, 两个人吵架, 他跑去说, 别吵了, 你没错, 他也没错, 而是我错了, 只要你愿意学, 你总有学会的机会, 你要是不愿意学的话, 你再聪明, 你是浪费的, 学习一定要发挥联想力, 还有理解力, 不能只靠记忆力, 所以孔子教学生这种教育方法, 到孟子的时候一路接下去, 再加一句就是有教无类, 但是你要学生来主动配合, 你不能配合的话, 老师实在是没有办法, 所以有一种人孔子不教的, 哪一种人在孟子里面说过, 叫做香愿, 请问孔子为什么不教香愿呢, 因为香愿就是一个乡村里面, 一个好好先生, 两个人吵架, 他跑去说, 别吵了, 你没错, 他也没错, 而是我错了, 这种叫香愿, 他不分是非黑白的, 他只希望习是宁人, 你们大家都不要吵了, 那你说两个人吵架, 总有一个对一个错吧, 他说都没错, 就是不要去分善恶是非, 没有正义感, 这种叫香愿, 香愿啊, 他在乡村里面得到很多人的肯定啊, 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和氏老嘛, 他也认为自己不错啊, 你看, 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让大家不要吵架, 但是孔子怎么说, 他说经过我门前, 不进我的门来跟我讨论, 只有香愿我不会觉得遗憾, 代表孔子实在是很喜欢教书, 他在房间里面有人经过, 他总希望有人进来跟他讨论, 但是只有一种人不来讨论, 他不遗憾的, 那就是香愿, 代表他什么, 香愿就是没有真诚, 那好了, 如果再请教孟子, 问他说, 有哪一种人离孟子不交呢, 他又有一种人, 叫做自暴自弃的, 就认为自己不行了, 没希望了, 放弃自己了, 这种人孟子也没办法,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知道, 儒家虽然强调教育, 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, 孟子是亚圣, 他们在教育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, 但是很抱歉, 照样是有些人他不教的, 不是他不愿意教, 是教的没用, 没有效果, 所以无论如何谈教育, 一定要年轻人要学习者, 自己愿意去学, 事实上这种历史很多, 只要你愿意学, 你总有学会的机会, 你要是不愿意学的话呢, 你再聪明, 也是浪费的, 那么孔子后面再加了一句, 他说, 告诉你一个角落是这样子, 你就要自己推到另外三个角落, 是什么样子, 今天讲这句成语啊, 叫做举一反三, 因为一个房间啊, 这在古代的了解, 都是四个角嘛, 我现在跟你讲说, 这个房间这个角落是这样是这样, 讲完毕之后你问我说, 老师, 那另外三个角落是长什么样子, 那我怎么教, 我已经跟你讲这个角落这样子, 另外三个你要自己去推啊, 都一样嘛, 你不能说这方向不一样, 这在东那在南, 那这样一来的话, 谁也没有办法了, 你一定要怎么样呢, 学习一定要发挥联想力, 还有理解力, 不能只靠记忆力, 其实很多人小时候都学过论语, 他可以把整部论语背下来, 背得很好, 考试都没有问题, 但是呢, 你懂他的意思吗, 他不一定了解, 到最后呢, 恐怕几十年过去了, 他也不见得真的懂他里面的意思, 这样的话实在是很可惜, 所以年轻的时候恐怕记忆力比较好, 年纪慢慢大的之后呢, 理解力比较强了, 但是一定要还记得联想力, 所以我们在讲论语的时候, 有时候短短的一句话, 就要把他的道理全部说出来, 这不是很容易的, 因为一句话这么短, 十几个字, 你要把它说出来, 好像是了解当时的情况, 也许孔子教书的时候, 正好碰到这种情况, 有学生抱怨, 说听不懂了, 所以孔子就会说, 你不愤, 我就不请, 一定要你自己相同, 而懂不了, 快生气了, 老师再来跟你开导, 你不肥, 我就不发, 肥就是说, 我要讲我的心得, 讲不出来, 脸都涨红了, 那我不来引发你, 那你一旦有愤跟肥, 有愤跟肥, 我这边起根发作, 然后你听我讲的一个房间四个脚, 你就知道另外三个脚是什么样子, 所以我们这一集谈到有关教学, 对老师也好, 对年轻的学生也好, 都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观念, 我们这一集就谈到这里, 谢谢各位。 孔子除了教书之外, 还有没有别的工作? 他的职业习惯和道德闪耀出的人性光辉,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? 请看下一讲, 职业操守。